这个男人太幸运了 正愁没钱没车买老婆的她 下一秒一辆敞篷大跑车就向她撞了过来 没想到这一撞 竟然撞出个有钱的漂亮媳妇来 白富美误以为遇到了胖子呢 决定给她好好上一课 男人赶紧把刚才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还原了一遍 白富美实在是懒得和她理论 两个人就跟冤家一样 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想让步 最后男人无奈想找交警解决 没想到这白富美也是一个暴脾气 二话没说就去车上把钱包拿了下来 准备好好的羞辱羞辱男子 男子不吃她这一条 白富美直接拿出两千块 男子觉得受到侮辱 白富美直接上车扬长而去 把男人放在路边的东西也撞碎了一地 男子在原地气得火冒三丈 把手上的花都给扔掉了 其实这个小伙子不是什么碰子的人 而是一名刑警 叫宋建平 今天刚接到命令 调到了治安大队担任新兵的教练 缘分来的就是这么奇妙 这天在追捕一个小偷时 又一次与白富美相遇 他从白富美的车上飞过 心善的白富美也想上前帮忙 就连忙追了上去 可是就当男人要追上小偷的时候 一个凳子就把宋建平从空中拔下来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偷逃跑 而白富美上来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锁头 身经百战的宋建平拖着白富美的腿 用力一摔就挣脱了 宋建平刚要站起来动手 结果定睛一看 原来是老乡时了 真是冤家路窄 男人赶紧从兜里掏出警察证 自证清白 可是白富美根本就不相信 知道施主过来拿包 白富美才知道错怪了男人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 一脸陪笑着说刚才都是误会 而白富美不知道 这个男人将来就会是他的教练 两人分别之后 白富美就跟闺蜜们一块去探讨差异 正聊得水深火热的时候 白富美接到电话 控制他明天就要去做岛前培训 原来这个别人眼里的小萝莉 白富美 他的梦想竟然是当一名除暴安良的警察 于是白富美早早地收拾 等着去参加培训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第二天在等着她的是什么 白富美柠檬的教官正是宋建明 看见宋建明的时候 他脑袋一晕就摔了下来 真是冤家路窄 然而这独特的开场方式并没有得到宋队的联礼 柠檬彻底感受到了绝望 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 倒霉到家了 回到队伍的柠檬还在叨叨咕咕的念叨不停 这时宋建明宣布解散 唯独把柠檬留了下来 柠檬本来以为是因为之前的事情要给自己穿小鞋 表示都认错了 再说钱都赔了 不至于抓着不放吧 说完就走了 柠檬以为宋建明走了 就在背后叨叨 可是没想到宋建明杀了一个回马枪 又回来 还把昨天的钱一分不少的全部还给了柠檬 说完宋队就走了 看着远走的宋建明他知道这好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了 为什么世界那么大 却偏偏遇上他了 等到当天集训结束 柠檬为了拉近与同事的关系 就主动开车一起出去玩 可是没想到的是 他们刚走没多远就碰到了交警察 而柠檬的车刚好抄载了一个人 他既然没有拿身份证也没有驾驶证 想着拿钱了事 结果当然是不用猜就知道 柠檬的车被拖走了 都说美女是需要包容的 这个仅仅跟柠檬有过一面之缘的男人 就大包大懒地叫了一辆车 把两位女同事送回去 自己则是跟着柠檬一块去交警队取车 这边宋建明看见范教练正犯头疼 就知道这些女学员们又犯了什么妖蛾子 堂不住式的范教练 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全部告诉了宋建明 等到两人办完取车手续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夜晚 怕没教官抓住的柠檬选择翻墙而入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宋建明早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柠檬让男人蹲下扛着自己上去 有机会表现的男人肯定不能拒绝 在摆了几个姿势后 确定了一个最帅的姿势抗柠檬上去 可是上了几下都没起来 柠檬就问男人行不行了 对男人问行不行是对男人最大的侮辱 男人立马力量爆发 直接就把柠檬送了上去 上去的柠檬侦查都不带侦查了 直接就被下面等候的宋建明下的摔了下去 好玩吗上面 尴尬了 原来是自己抱着宋建明 尴尬的他立马就从宋建明的身上跳了下来 看他这小眼神就知道他要整腰额额 大马飞速运走 还没等宋建明开口 就恶人先告状 没想到宋建明并没有被他绕进去 立马叫住他准备开训的时候 就立即使出了女人的杀手锦 开始撒娇卖卖卖 可是宋建明却不吃这一套 见宋建明软硬不吃 没辙的他之后围着抛场 四伐三圈 宿舍里的女生们觉得 与其被宋建明秋后算账 还不如现在陪着一起受罚 于是便纷纷走 见到如此机会的犯队 怎么会旁观 宋建明看着这些人 已经有了团队意识 于是忠心的笑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现在他们可以一起受罚 将来也同样可以一起征服 等到第二天 一大早就被叫了起来 大家都细细拉拉地 穿完衣服跑到操作 教官们说 昨天晚上认错态度量了 今天可以给他们放一天的假 还来不及等大家方呼 宋建明在一旁开口说道 这下大家彻底崩溃 但是也没有办 等到跑完之后 看见教官们都进了澡堂 柠檬罩集中人 打算给宋建明一个下马威 他们听到了 澡堂里面传来的歌声 确定了里面有人之后 就关掉了热水盘 里面的范教官 还在那门为什么没水的时候 柠檬又被人打开了冷水盘 听到里面的尖叫声 姑娘们在外面哈哈打响 还有的人掏出了手机 想要记录这一刻 正当他们哈哈打笑的 忽然看到了他们后面的宋建明 柠檬问他你不是在洗澡吗 宋建明说自己为什么在洗澡 原来刚刚宋建明 打他的电话出去 里面只有范教官在洗澡 柠檬等人并没有发现 宋建明把他们集合到一起 开始进行了严厉的披抖 柠檬也不狡辩 表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主意 而宋建明也相信 只有才这么无法无天 一旁的范教练一学一管的走过来 终究是一个人抗下了所有 柠檬说有本事范建明别拿拳押人 有本事以理夫人 以本事夫人 这话谁忍得 宋建明一口答应了下来 宋建明挑了柠檬最拿手的车机 柠檬也不占他便宜 挑了他最拿手的坎打项目 两人的战争一处一发 是锣子是马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肚子很硬 威力还在担心柠檬行不行 也不看看我是谁 看来柠檬很有信心 两人开始了比赛 第一个项目是赛车 两人看向对方的眼神里 都充满了杀气 宋建明让他走不球 而调皮的柠檬反而做起了鬼脸 这可把宋建明气够跳 战争一触即发 这个男人命也太好了吧 当刚下班走到门口 就立马有一个白富美拍跑车来接送他 男人以自己有车为理由拒绝了宁广 宁蒙以为他还在为之前的事情生气 怎么不敢 面对这样的挑战 宋建远轻烈了一笑 在车上 两人聊起了集训的日子 宁蒙说现在集训已经运输了 咱俩之间的破识就画上一个句号 还说自己不在乎他给自己穿小信 半战争一听就被车输了 宁蒙这才输入自己的真正意义 原来是因为集训的 大家晚上开了个派对想要亲住一下 这时宋建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想要帅哥去吃饭 他自己不爱你 但是宋建明丝毫不想去他一起去吃饭 想找个借口怎么办 怎么 你不敢 什么 这个女人好像抓住了他的迷迷 宋建明又一次落逃 这边大家正在听说宋建明的天爱不安 谁敢输谁不敢 两个教练非有情绪的天性 认为他补免不安 最重要的是宋建明确起了动力很快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柠檬的厉害 不出意外 两位教练 柠檬做着演讲 但是有的人失路越躲越宽 但柠檬却是越走越低 竟然要给宋建明听 拦都拦不住 几位美酒下毒 众人都不怕 柠檬邀请宋建明一起去跳舞 可是宋建明并不感冒 老套路下去 宋建明和柠檬去跳舞 他们今天晚上开心快乐 他们不知道的是 明天就是行李的迎接仪式 但是他们却在仪式上见到了宋建明 他们心里都自我安慰 说是吉利教练来露面一场 这可把他们吓得不容易 他们这回才知道自己还上去 都怪昨天晚上就把每个把握 话都说 自从知道宋建明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子之后 几人就在一起商量如何取得范建明的原谅 最终还是没有商量出结果 等到第二天 范建明反而先来找他们来了 他把柠檬叫到了办公室 柠檬一改之前的态度 变得小鸟依然可怜兮兮的模样 来到了宋建明面前 看着宋建明那得意的样子 柠檬心里更加的害怕 立刻为自己之前的所作所闻道歉 宋队听到这立马让他打诉 然后开始吓 宋队一脸坏笑 柠檬听到就是为了吓唬他 一颗悬着的心裁落雅 慈穷的柠檬只能用特好特好来形容宋建明 宋建明也想知道自己在别人心中是什么形象 就让柠檬说说他 柠檬表示除了兄别的没什么 宋建明却说凶是好事可以震慑坏人 然后柠檬就开始表演自己的口感 宋建明让他立马让自己眼前消失 柠檬走后 宋建明摸着自己的小心脏 还真的被这个小丫头骗得累秀弄了 画面一转 宋建明带女儿来菜市场满菜 正在低头的时候 飞行老板偷偷把几颗坏菜放进了宋建明的袋子中 这一幕被悄悄跟踪他的小姨发现了 立马出来制止的老板 随后宋建明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自己在这梦吧 这是神柱公主 女儿表示爸爸做的饭菜 但是想让小姨帮忙做炖饭 男人说着不行 可是喜欢宋建明的小姨看到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会放弃 于是就拉着女儿就走 等到家做了满满一桌子饭菜之后 女儿郎吞不宴 宋建明则一口不吃 小姨问他哪里不吃啊 宋建明表示自己的饿 随后小姨走了 宋建明看到小姨离去 拿起筷子一顿风卷参与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姨的东西忘记拿了 又管了回来 正好看到了宋建明吃饭的样子 宋建明尴尬的无闻 小姨笑着离开了 小姨回来之后就对着仙人掌一顿诉说 注意看 这两个欢喜冤家又见面了 宁蒙因为拒绝接手家族事业被赶了出来 于是便求助同事帮忙找房子 没想到竟然是宋建明师父的家 老人家一见宋建明立马就数落了起来 自己的手下没地方住都不知道 直接就把宁蒙安排在了宋建明的隔壁 两人都不愿意 然而宋建明这个麻烦还没解决 下一个麻烦就来了 正一说宋建明这么大了还没媳妇 一个人拉着孩子 就给他安排了相亲对象 宋建明一听这个头都大了 这时李叔走了出来让宋建明先帮宁蒙搬家 而正义也坚持先让宋建明先相亲 机智的宋建明表示先搬家再相亲 能把挡箭牌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也只有宋建明了 宋建明走后 宁蒙立马就给自己的闺蜜打来了电话 到了地方之后 宋建明表示这里的户型都是一样的 把自己家是怎么布局的通通告诉了宁蒙 宁蒙没有心思听这些 这转转的转转 不一会小一遍来了 他热情地给宋建明打招呼 宋建明表示你既然来了自己就走了 随后宋建明出了门留下了宁蒙和小一 小一看到宁蒙和宋建明住在隔壁 立马就说宁蒙的家就是自己的家 以后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的工作自己来做 小一为了庆祝宁蒙的桥前之喜 就要把妞妞和宋建明请来吃饭 宁蒙说宋建明是来不了了 因为宋建明刚才走那么急 就是去相亲去了 小一听后脸色立马就哭了下来 宁蒙怎么看不出他心里那点小酒酒 于是就带着小一一块去了宋建明的相亲地点 两人在旁边偷偷地看着 小一看见宋建明的相亲对象波涛汹涌 认为自己肯定不行了 两人问老板这个女人什么来历 老板回答 她绝对是一纯学的日本小猪 宁蒙这个好姐们可不答应 于是就拉着妞妞直接走了过去 女人气得把爆米花往宋建明头上一泊转头就走 宋建明也表示无语 等到第二天 宁蒙第一次正式上岗 在一个工厂巡逻 这时看见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跑 经过询问得知是工厂的刘厂长 因为发不起工资了随后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他们立马上楼准备安抚厂长的情绪 丁教练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宋建明走了过来 他让丁教练去楼下维持秩序 剩下了宁蒙和宋建明 这是他们俩第一次合作 他让丁教练去楼下维持秩序 自己则和宁蒙一起处理 宋建明让宁蒙原地待命 让他看看自己是如何谈判的 宁蒙刚开始觉得自己行了 又被宋建明扒拉到一边去了 只见宋建明摘下帽子就做起了自我介绍 也表示清楚他的处境 非常理解他 但是现在的选择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厂长也很是配合宋建明 然而一旁的宁蒙看着却是干着急 于是便凑上去帮忙 没想到被宋建明一把推开 紧接着宋建明给厂长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宁蒙没有放弃依然又凑上前去 不出意外又被宋建明一把推开 宁蒙这小抱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宁蒙从另一面包抄了过去 把宋建明都干懵了 这时刘厂长表示 宋建明说的挺有道理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宋建明看着宁蒙 脑子一片空白 对刘厂长说 自己说到哪了 宁蒙趁刘厂长回忆的时候 直接从后面扑了过去抱住了刘厂长 谁想到刘厂长脚底一滑 宁蒙他俩就从楼上摔了下去 宋建明立刻伸手去拉 没想到也一起掉了下去 把一旁的同事下的公文包都掉了 急忙过去查看 看到下面的防护垫才输出一口气 宋建明在底下死死地抱着宁蒙 这让宁蒙感到非常开心 等回到警局 宋建明还在关心宁蒙有没有受伤 没事 大家觉得宁蒙这件事做得对吗 不听上司的命令 做事不考虑后果 也不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但是宋建明生气的源头 却是担心宁蒙的安全 其实两人这么长相处以来 情感早已慢慢发生了改变 但是宋建明不好意思说出口 但是宁蒙没有听出来 不服气的宁蒙走出办公室 小姨安慰他 别跟他一般见识 就当宋建明提前进入更年期 不说还好 一说就来气 接过小姨手中的水 就准备给他点颜色看看 可是进入办公室 却看到宋建明在极力地为自己说好话 在后面的宁蒙乐开了花 原来别看宋建明平时凶巴巴的 但是还挺不毒子的 宋建明转身看见柠檬给他吓一跳 柠檬表示 看见宋建明口渴了 来给他送水的 其实要不是听了宋建明的话 这杯水不一定是在肚子里 还是在身上 柠檬悠闲地拎着外卖准备回家 却在路口看到了宋建明带着女儿也要回家 真是冤家路展然 当宋建明看到柠檬手中的外卖 立马就把他数落了一顿 在一旁的小姨看不下去 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宋建明大脑飞速运转 说是和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和你有关系 小姨很纳闷 宋建明接着就说 你这么好一个厨子 怎么忍心看你的闺蜜吃外卖 不得不说 宋建明反应很快 然而这还没完 宋建明就把小姨手中的菜给了柠檬 说让小姨 今天中午去给柠檬做饭 这一下还摆脱了小姨 不得不说 祖师爷的段位果然很高 走之前还不忘调皮一下 留下两人还在看 小姨说凭他的火眼明睛 宋建明一定喜欢他 柠檬悠闲悠闲地在沙发上吃着苹果 一边说道 什么火眼金睛都是白内障 如果宋建明真的对他有意思 为什么不让他到家里做饭 现在只能让柠檬去请宋建明到他家来吃饭 本来不情愿的柠檬 还是受不了小姨在身边叨叨 受不了的 他还只好去请宋建明吃饭 吃了 宋建明表示自己现在吃的是大餐 就不去了 柠檬疑惑宋建明能做出什么好吃的 这时女儿过来拆台 爸爸我不想吃泡面了 尴尬了 打脸来得太快 茶余饭后 柠檬在跟妞妞看动画片 小姨也不放过这短暂的聊天机会 在旁边拉着宋建明东扯西扯 宋建明实在受不了 就赶紧拉着女儿跑 等到晚上的时候 宋建明约了好友一起出去吃饭 刚好柠檬和小姨也在饭店 小酒馆的老板看到自己的女神来了 立马上前去招呼 两人起哄让柠檬上台唱首歌 而这边宋建明在和好友闲聊 好友说自己今天遇到真爱了 宋建明一副不可置信 好友说看看身后 宋建明转过头 发现自己好兄弟 喜欢的女人竟然是柠檬 宋建明心想 这是要和自己抢女人吗 不相信的他再三确认 宋建明赶紧就一顿解释 祖师爷不愧是祖师爷 好友表示自己是真心喜欢这个女孩 希望宋建明能够成全 他内心是不乐意的 隔天好友再次找到了宋建明 希望能让宋建明约柠檬三人 一起出来吃个饭 那你跟他吃吧 叫我干嘛 你就说你干不干吧 王克明表示怕柠檬尴尬 尽管宋建明百般不愿意 但是无奈在好友的要求下 自己还是把柠檬约了出来 在吃饭的时候 好友一直在给宋建明识眼色 宋建明当然是不愿意给他打掩护的 就在一边疯狂吃菜 好友趁着给宋建明加菜的时候 还对他使眼色 这是柠檬发现了 两人一唱一喝糊弄了过去 好友气得不行 在桌子底下踢了宋建明一脚 宋建明此时正满口饭菜 一下就把饭菜喷到了柠檬身上 柠檬起身去卫生间清理 好友此时也是无奈了 吃完饭两人回去 宋建明想起自己的女儿还没吃饭 于是就准备给女儿做盘红烧肉 柠檬这时在桌子上看到了 宋建明的模型小泥人 不就是弄红烧肉吗 小泥死 就打赌说自己是厨神 可以帮你做红烧肉 但是代价就是小泥人 柠檬不知道这个小泥人 对宋建明的重要性 宋建明当然不会答应的 柠檬吃惊地看向宋建明 可是妞妞却不甘了 吵着闹着要吃红烧肉 柠檬不禁露出得意的笑容 但是宋建明肯定不会让他得逞的 只见宋建明拿起桌子上的刀铲 一脸得意地说 啊 食神 柠檬和宋建明两人就一起做起了饭 但是出人意外的是 柠檬的厨艺竟然跟宋建明的厨艺 可以比得高低 两人的宗旨是桌子上面有什么就放什么 两人放这放那呢 宋建明在这边炒着红烧肉 柠檬那边把茄子一个一个往里面放 宋建明一脸诧异地看向柠檬 可是柠檬给出的理由竟然是看到桌子上面有 然后就放了 更让人诧异的是 宋建明竟然觉得没毛病 随后两人的黑暗料理就做好了 看向妞妞 妞妞早已经泡好了泡面自己吃了起来 看来她还是很有经验的 随后两人品尝了劳动成果 吃完就都吐了 这时宋建明突然接到了电话 警局那边出了点事 需要宋建明去处理一下 宋建明拜托柠檬照看妞妞 随后就出了门 等回来的时候 看到柠檬和妞妞都在沙发上门睡着了 宋建明看着柠檬和妞妞 仿佛看到了已故的妻子一般 妞妞在柠檬的怀中睡得这么香甜 这时柠檬醒来看见宋建明回来了 然后把妞妞交给宋建明就要走了 临走时还不忘顺走宋建明的小妮人 没想到还是被宋建明看到了 被发现后的柠檬很是尴尬 随后两人互道晚安就分开了 回家后的柠檬思绪万千 回想起刚见面时的场景 再到后来的点点滴滴 不知不觉中 自己好像爱上了她 不过两人谁也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谁也不知道对方对自己的心意 柠檬走后 今天晚上也勾起了宋建明对妻子的回忆 等到第二天 宋建明刚去上班 小一就又来献殷勤了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宋建明 那时越看越喜欢 把宋建明看得心里直发毛 宋建明感觉大事不妙 赶紧放下手中的报纸 就请小一离开 一天结束 柠檬又找到了宋建明 请她到自己家里换灯泡 宋建明一边换着灯泡 一边忍不住吐槽她二十好几了 连个灯泡都不会换 宋队表示 果然是萌妹子 当初一追她八条街还敢做刑警 柠檬当时就不乐意了 上手给了宋建明一下 差点把她从桌子上拿下来 这时 小一打来了电话 原来小一对父母说 自己交了男朋友 而这个男朋友就是宋建明 柠檬真心地劝诫小一 不要在宋建明身上浪费时间了 他对你没意思 小一非常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就在柠檬转身的时候 差点没给他下一条 原来宋建明就在他身后站着 宋建明问小一说的什么 宋建明警告柠檬不要瞎掺和 自己会找个机会给小一说清楚 可是宋建明还是慢了一步 这边小一的父亲已经来了 而他们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要看一看自己未来的女婿长什么样 但是在小一的百般推脱下 说着宋建明忙 改天一定带他回去看看 小一的父亲也只能作罢 这是他们救过的刘厂长 给宋建明打去了电话 说到要请宋建明喝酒 来感谢救命之恩 柠檬一听着表示自己也要去 他认为这是自己从井以来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 无奈的宋建明只好也带上了柠檬 这一幕刚好被小一看到 以为他们是要约会 醋意大发 另一边 柠檬被喝醉的刘厂长吐了一身 正不知道怎么出门 宋建明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开个房洗洗 接着两人就去了酒店 柠檬给小一打了电话让给自己送套衣服 衣服交给柠檬之后 却不让小一进去 这让小一非常的好奇 话音刚落 就看到宋建明准备洗澡的姿态 完了 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注意看 今天出了大事 小一的父母今天下了最后通牒 说什么也要见一见宋建明 无奈的小一 只好寻求柠檬的帮助 要柠檬偷到宋建明家的钥匙 再帮自己拖住宋建明 领着父母在宋建明家逛一圈就走 柠檬答应了好规律的请求 到了晚上下班正要回家的宋建明 看见柠檬鬼鬼祟祟的在门口 柠檬表示他的桌子脏了 想要打扫一下 宋建明拒绝了他 这是柠檬执意要擦 宋建明无奈只好说 行那你打扫我回家 柠檬当然不会放宋建明走 就拉着宋建明和他一起打扫 柠檬的手放在了宋建明家门的钥匙上 原来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柠檬把钥匙交给小姨之后 就提出要和宋建明一起去接妞妞放学 等接到妞妞之后天色还早 就说一起出去吃个饭 宋建明当然不会答应 可是妞妞是个神助攻 无奈 宋建明只好跟着两人一起去饭店吃个饭 在柠檬吃了第七碗实在吃不下之后 天色还是有点早 就开始打起了妞妞的主意 立马一拍集合和妞妞一起去游乐园 完全把一旁的宋建明当成了空气 等到三人从游乐园回来后 天色已经很晚了 宋建明突然发现自己的家灯还亮着 疑惑今天早上关了灯的 正要上去看看 柠檬再次拦住了他 称自己现在肚子又饿了 宋建明直接挖苦起来 这次宋建明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直接上了楼 刚进家门就出现了尴尬的一幕 只见小姨和她的父母正在自己家里 小姨责怪宁蒙怎么没有拦住 宁蒙表示自己也很无奈 宋建明在得知整个事情的情况后 直接对小姨的父母坦诚相见 声称两人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并不是恋人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自己也从来没有喜欢过他 宁蒙这时立马慌了 赶紧就逃走了 这时宋建兵终于知道了宁蒙今天的反常 等转头看去 宁蒙早已不见了踪影 等到小姨的父母离开后 宋建明在外面敲着宁蒙的门 宁蒙把耳朵堵住后死活不开门 宋建明也没有办法 只好回去了 第二天的时候 一个炮厂发生了火灾 宋建明等人接到通知后 立马赶去救援 火势越来越大 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爆炸 宋建明死死地把宁蒙护在身下 所幸两人并无大碍 两人掉进了一个地下室 宁蒙刚要起身上去 立马就又发生了爆炸 由于刚才的爆炸 彻底把上去的路堵死了 可能人只有在面临生死的时候 才能彻底地说出心里话 宋建明感谢宁蒙自己之前 一直活在离去的妻子回忆里 是宁蒙帮助他走了出来 而自己现在也该拥有 属于自己的生活 他终于鼓起勇气 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虽然场合不对 也没有浪漫的戒指 玫瑰和香槟他向宁蒙抖 上面的消防员们得知 宁蒙和宋建明被困在地下室之后 立马展开了救援 注意看 帅气的祖师爷今天早上刚来上班就被撩了 宋建明问他在这里干嘛 宁蒙说在这里等着给宋建明一本书 宋建明难闷倒 原来是检讨书 很显然宋建明并不想跟他过多纠缠 宁蒙邀请宋建明一起进去 宋建明并没有理他 自知无趣的宁蒙自己进去了 转过身嘴角就不自觉露出微笑 宋建明等宁蒙走后 展开了那份检讨书 里面没有认真的认错态度 只是让宋建明自己反省自己 宋建明都被气笑了 等到宋建明进门的时候 正好看到宁蒙在对大火做出深刻检讨 宋建明直接就走了进去 镜头一转 宋建明因为上次的事情又来到了王克明的办公室 宋建明故意身穿便服以此套话 果然 沉不住气的王克明主动提出了查案进度怎么样了 宋建明也如是回答来抵消王克明对自己的疑虑 其实宋建明打心底还是不愿意相信好友在走违法犯罪的道路 所以主动跟好友说了案子没什么进展 让好友就此收手也没事 至于以后做还不做 就看好友自己的悟性了 宋建明回来之后 转一大圈没有看到宁蒙 于是询问犯对两人 看见宁蒙了吗 两人说宁蒙今天搬家 随着就说 你说他一个人搬家也忙活过来 你说是吧 这时宋建明还在嘴硬 上班了 两人深知宋建明的性格 在背后默默数到三 宋建明果然就转过了头 对两人说 在家中等待的宁蒙知道宋建明肯定回来 因为有丁对这个辅助 在家等的宁蒙气得拿娃娃生气 正在出气的宁蒙听到了外面有车的声音 就急忙拿着行李走了出来 装作一副刚刚收拾完的假象 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宋建明瞧见 宋建明询问他为什么要搬家 不得不说 宁蒙还是很懂宋建明的心思 宋建明还是在嘴硬 可是他怎么逗得过宁蒙 宋建明就这样看着宁蒙离去 等宋建明回来之后和丁对整理线索的时候 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办法 注意看 宋建明今天要带人捣毁一个赌博窝点 首先他派宁蒙和露西去装成赌客去赌场查看情况 自己则在外面全程指挥 宋建明本想让他们在里面制造声势来引出幕后老板 没想到的是宁蒙进去之后什么都没做 就坐下耍起了赌博 在外面的丁对对宁蒙的评价很高 在里面的警察默默地环顾四周 记住环境 反观这一边 宁蒙他们原本的计划是输点钱 然后大闹一场让幕后老板出来 没想到宁蒙自从坐在这里就一把没输过 赫然成了赌场的赌神 只要他一下主 旁边的赌徒们纷纷下主 这时宋建明从他的身后走了过来 用壳凑来向宁蒙传递了信号 宁蒙趁着这次的机会 好好地占了宋建明的便宜 给宋建明的整盟了 一把把宁蒙给推开 宁蒙问宋建明来这里干什么 宋建明反问宁蒙在干什么 行人当然不会知道他们对话的真正意思 机灵的宁蒙立马就接了下去 你不让我赌 我自己来赌了 两人立马就延起来了 两大影帝直接地对拼 宁蒙则趁着这次的机会 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这时幕后老板出来拦架被两人一把退走 宋建明趁真混乱的时候 对着柠檬衣领上的对讲机发出了指令 众人在外面收到指令立即行动 把里面围了个水泄不通 不料老板还有幕后通道 好在路西也跟着离开了 将屋子里面的人都抓走后 宋建明找到柠檬去秋后算账 另一边跟着老板走的路西想着办法拖延时间 可是老板他们根本就不等待 没有办法了路西就暴露了自己是警察的身份 双拳难敌四手 更何况路西还是一个弱女子 黑老大拔出了在墙上的钉子 嘴里恶狠狠地说道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犯队赶到了 一番恶斗 犯队制止了暴徒的恶行 而想要逃跑的黑老大也被随后赶来的警察给拦截 路西再吓坏了 呆在了原地 犯队上前去安慰路西把她抱在怀里 就在两人相拥的那一刻 路西的男友听说路西出了事 赶来看到了这一幕 这下三个人都呆住了 注意看 祖师爷一大早刚准备去上班 结果看到小萝莉又来纠缠她了 柠檬一句废话也不多说 直接就坐上了车 宋建明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来到单位后 柠檬热情地和来来往往的同事打招呼 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和宋建明一起来的 到了下午 宋建明接妞妞放学回家 而柠檬早已经在楼下等待 妞妞一见到柠檬就兴奋地跑上去 柠檬和妞妞把旁边的宋建明当成空气 俩人一唱一贺上了楼 上了楼之后妞妞立马给柠檬展示 她今天在幼儿园得到的小红花 柠檬连连夸赞 在后面的宋建明想融入到两人的话题中去 但是妞妞和柠檬把宋建明当成空气 宋建明尝试了两三次之后依然没有人理她 无奈提出自己去做饭 我去做饭了 宋建明刚走 妞妞问柠檬 妞妞真的是可爱得很 隔了不到十分钟之后 宋建明从厨房走了出来 告诉柠檬和妞妞可以吃饭了 柠檬诧异 这么快 对啊 昨天剩的 所以热一热就行了 柠檬当场就不乐意了 一旁的妞妞也跟着帮枪 柠檬说自己再来到路上给妞妞点了外卖 宋建明在一旁问自己热的饭菜没人吃了怎么办 谁知道柠檬说 给妞妞点的 你要去剩的自己吃吧 随后柠檬就起身告退 走势故意说自己约了人 就是要气一气宋建明 等到第二天柠檬再次来到了宋建明家 还给妞妞买了一件带小红花的新衣服 这次宋建明想主动出击 跟柠檬说自己订了外卖 是上次柠檬订的那家 邀请柠檬一起来吃饭 柠檬再次拒绝 尽管宋建明想让柠檬留下来吃饭 但是他还是忍住了没有开口碗 在门口的柠檬以为宋建明会说了下来 谁知道宋建明直接就把门给关上了 门外的柠檬气得只想砸门 刚好被又开门的宋建明又发现 他拎出两瓶红酒托柠檬带给柠檬舅舅 等到第三天晚上 宋建明终于忍不住了 主动给柠檬打去了电话 把柠檬约了出来 宋建明尴尬地说看月亮 随后两人谈心 柠檬直接聊起了土味情话 柠檬果然很强势 柠檬直接对宋建明开始了表白 宋建明也终于再次吐露心声 两人正要激情甜蜜蜜的时候 突然宋建明的手机响了起来 局里给宋建明打去了电话 声称有紧急任务 柠檬和宋建明立马就出发了 注意看 柠檬刚从超市买完东西走了出来 无意间撞到了一个男人 就在男人检车钥匙的时候 柠檬发现了他手上的纹身 他突然回想起来之前 在一次抓捕毒贩的时候 就被一个男人拦住 而他手上也有同样的纹身 直觉告诉柠檬这个人 就是他们要抓捕的毒贩徐标 原来昨天晚上 柠檬和宋建明正在填秘密的时候 局里给宋建明打了电话 说有人聚重吸毒 等到宋建明和柠檬去抓捕的时候 四个人全部已经神志不清了 把他们考到局里之后 发现制毒团伙的负责人还没有落网 第二天召集了联合大会 把任务都分配好之后就立马行动了 柠檬和反对的任务 是蹲守一个最可疑的小区的西门 可是在车上等待的柠檬肚子突然饿了 柠檬提出要下车去买东西吃 结果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柠檬遇见徐标之后 想打电话汇报情况 结果发现手机忘在了车上 眼看徐标已经开车了走了 情况紧急的柠檬立马拦下了 后面的那一辆出租车 随后对司机说 师傅 非常挺便宜那辆车 在蹲守点的犯对见柠檬迟迟迟未归 便给柠檬打去了电话 结果发现柠檬的手机在车上 反观另一边 柠檬突然想起来打个电话 给局里汇报情况 没想到司机的手机竟然也没电了 司机询问柠檬有什么急事 柠檬对司机说 热血非常 让柠檬感受了出租车的推背感 走之前还不忘交代司机 柠檬跟着嫌疑犯上了码头 而司机也很快将电话 打给了宋建明汇报情况 宋建明一听立马让司机开车 带他去码头 可就在柠檬跟踪嫌疑犯的时候 意外发现不见了棕影 柠檬只好在码头上小心查看 刚刚来到甲板 柠檬感觉到了身后有人 转头一看 正是他要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徐标 徐标一巴掌把柠檬给打得接近昏迷 随后把绳子勒在柠檬的脖子上面 柠檬奋力挣扎 徐标还在恶狠狠地说道 柠檬在临死之前脑袋里面 回响的全是他跟宋建明的画面 人只有在生死关头才知道自己内心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宋建明这边也已经赶到 他们一个个都在向甲板冲刺 好在关键时刻 宋建明他们赶到了 他一拳打在了徐标的肋骨上 随后一拳又一拳地打向徐标 宣泄着他的愤怒 等到快把徐标给打死了 众人赶来拦下了宋建明 宋建明脑子里全是关于柠檬的回忆 他不想又一个他爱的人从他眼前消失 宋建明焦急地抱住柠檬 把他送往了医院 注意看 柠檬终于拿下了宋建明 在他的连环攻势下 宋建明终于忍不住告白柠檬 原来柠檬受伤之后 在医院待了没几天就主动出院了 宋建明买了一束花要探望柠檬 等到了之后才得知柠檬已经出院 宋建明回去之后被领导叫了过去 领导斥责宋建明一次配合行动 差点损失一名干净 宋建明一人把责任全部给揽了下来 领导一听这话 随后说处分可以不给 但是今年的精神文明团队是平不上了 就让宋建明走了 刚到办公室 柠檬就走了进来 宋建明赶紧把准备送给柠檬的花 给放在了屁股后面的凳子上 柠檬表示自己知道 因为自己的关系 今年是平不上精神文明团队了 柠檬说自己应该给队里一个交代 随后把辞职信给了宋建明 柠檬当然不会辞职 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来试探一下 宋建明是不是真的在意自己 宋建明看到辞职信都愣住了 想着柠檬为了给队里一个交代 竟然能做出辞职的举动 真的是很有责任心的一个人 宋建明当然也是装的 两人又开始对拼演技 把柠檬气得转身就走了 到了楼下 柠檬刚准备上车 被藏在车门旁边的卢卡斯给吓了一大跳 柠檬说自己已经辞职了 喜欢柠檬的卢卡斯当即表示 去自己的饭店喝酒吃饭 柠檬他俩一拍即合 跟在柠檬身后的宋建明出来的时候 只看到了柠檬的车尾灯 等到了酒馆的柠檬把自己的烦恼一股脑全说了出来 卢卡斯表示辞职了就来自己这酒馆 自己给柠檬打工 随后便大胆是爱 柠檬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卢卡斯 卢卡斯郁闷地喝起了酒 可能是酒壮耸人胆 卢卡斯又开始了他的表演 这时柠檬看到了赶来的宋建明 就说可以让卢卡斯抱抱自己 卢卡斯还在考虑用哪个姿势抱柠檬 而两人的目光却是看向对方 柠檬看到宋建明无动于衷 就催促卢卡斯 果不其然 宋建明终于忍不住了 他走上前去 从兜里拿出了几张钞票帮柠檬解了账 随后拉着柠檬就走了 剩下的卢卡斯还在原地 宋建明把柠檬拉到了桥边 柠檬以为他要对自己说些什么 没曾想到宋建明只问了柠檬冷不冷 柠檬气得当场转身就想走 宋建明终于对柠檬再一次吐露心声 话都聊到这个份上了自然就该做点什么了 我再考虑一下 调皮的柠檬却故意调戏了一下宋建明 然后转身就走了 留着宋建明傻傻的愣在原地 柠檬这天接到举报 一个村的鱼苗一夜之间全部死亡 宋建明得知情况后立马带队去了村庄查看 看着成片死亡的鱼苗 宋建明询问老人知道中了什么毒吗 老人家对此也一无所知 宋建明立即让人去拿两条鱼去化验 而鱼的化验结果要明天早上才会出来 宋建明分析到如果是人为的 那么警察在这今天晚上他是不会再次作案的 于是宋建明想和柠檬一块在这里蹲点 可是话还没说出口 吴斌就主动开口要和陆希在这里蹲守 当两人听到吴斌要和陆希一起在这里蹲守的时候 立即发出了懂得都懂得语气 为了成人之美 宋建明就带着柠檬离开了 夜晚渐渐来临 两人在这里蹲守也异常寒冷 吴斌非常绅士地脱下了自己的外套给陆希披了上去 吴斌对着陆希讲起了情话 不得不说对陆希很有用 我不其然 在河边果然发现了可疑人员 只见一个人鬼鬼祟祟地在鱼塘旁边 手里拿着一个塑料瓶子就想往河里倒什么东西 吴斌和陆希见状 之间就冲了出来 呵斥住了男人 随后就将男人抓紧了公安局 询问男人为什么要往鱼塘里面倒东西 男人给出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 可是当吴斌询问五个鱼塘全被毒死的时候 男人却失口否认 吴斌他们自然不会相信 因为凡事都要讲证据的 柠檬为了证实男人说的话 四处走访 案情再一次陷入了胶着 柠檬带着男人的证件回来了 证件显示 男人确实只在一个星期之前购买过一瓶农药 一瓶农药显然独不死五个鱼塘 案情彻底没了眉目 吴斌起身又去寻找线索 宋建明带人又去村庄寻找线索 但是王克明的洋垃圾场就在村里 王克明为了不让宋建明查到自己头上 随后就买通了商店的老板说谎 这下就引起了警察的怀疑 这边的宋建明已经带人检查到了王克明的工厂 还没等往里面进的时候 局里突然就打来了电话 说妞妞不见了 焦急的宋建明和宁蒙转身就走了 这正是王克明计划中的一环 注意看 宁蒙的舅舅在住在医院生死未知 宋建明和宁蒙在医院照看 这时候王克明走了进来让宁蒙吃点东西 宁蒙现在脑子很混乱 他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 也没有心思吃东西 随后宁蒙只走了两人 自己一个人在病房陪着舅舅 两人在河边坐在 王克明询问宋建明跟宁蒙怎么了 宋建明说自己没错 王克明还在一旁出谋划策 可是祸从口出 被宋建明抓住了端倪 随后王克明怕自己再说漏嘴什么 就起身告退了 宋建明看着王克明离去的背影 心生了怀疑 宋建明感觉到了莫大的委屈 一个人在河边掉下了眼泪 王克明并没有回家 而是返回了病房 把自己的衣服盖给了熟睡的柠檬之后 就在病房内待了一夜 等第二天柠檬醒了之后 询问王克明怎么在这里的时候 王克明又大意凛然地说出 随后提出跟柠檬一起去吃早饭 柠檬说 建明不是说他要带早餐来吗 可谁知道王克明却说 有什么任务要执行 恐怕来不了 等到宋建明去了病房之后 却发现柠檬不在 他就回局里了 这时吴斌撞在了枪口上面 宋建明气的牙都要咬碎了 反观这边 柠檬回到家 发现了舅舅藏在靠垫下面的手机 看了手机之后 柠檬大概知道了些什么 等回到医院 宋建明给柠檬打去了电话 柠檬却没有接听 宋建明一猜就知道 王克明和柠檬就在一起 于是就把电话打给了王克明 让柠檬接听电话 王克明说柠檬在沙发上面睡着了 这时候一个护士来了 告知柠檬去前台一下 宋建明说自己晚上去找他 随后医生告知了柠檬舅舅的情况 宋建明打去了电话说自己需要加班 可能要稍微晚一会到 柠檬就直接说不用他过来了 宋建明也没话说了 等到第二天 柠檬一个人在外面转悠 王克明走了过来说柠檬怎么不在病房 柠檬却说 王克明听什么 为什么呀 王克明听后很纳闷也有一丝窃喜 柠檬说 我从来没有为我的家务 我舅舅做过任何的事情 王克明还在一旁惺惺作态 王克明趁机表白 还趁机占了柠檬的便宜 可是悲剧的来了 宋建明刚好赶来看到了这一幕 王克明赶紧就上前去接受 宋建明却没有听他说话 宋建明只想当面质问一下 柠檬为什么要渐渐疏远自己 柠檬却不想和宋建明多说些什么 说了自己辞职之后就要离开 宋建明拉住了柠檬 柠檬却直接走了 宋建明留在原地 回想着刚见柠檬第一面滴时候 以及之后的点点滴滴 王克明上前去跟宋建明解释 随后就去追赶柠檬去了 宋建明蹲在了原地 孤独又无奈 王克明和柠檬去了餐厅 王克明趁机说出了他的目的 哄骗柠檬说自己和柠檬舅舅商量好了 要开发舅舅手下的一座山 柠檬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了下来 回到家的柠檬把警服公公整整的叠好 抚摸着警徽与编号 自己的警察生涯可能也就到了尽头 柠檬听了舅舅的话 准备去议事集团上班 第二天柠檬来到了警局 归还警服办理辞职手续 宋建明这时也走了过来对柠檬说 我已经问中工客的人打我招呼了 你直接去填个表签个字就行了 随后就走了 转眼柠檬来到了舅舅公司 看着舅舅的办公室 他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舅舅的孤单 柠檬刚刚走后 治安大队就又发生了大事 一名中年男人离妻死在了家中 吴斌和路西叫来了法医帮忙把尸体给运走了 回去就在局里开了会 死者竟然是三四个月之前就已经死了 尸体腐烂严重 短时间内查不出来死亡原因 但是根据邻居的反应 见过死者的儿子几个月前回来过一趟 想让父亲卖掉房子投资生意 但是死者没有同意 两人就大吵了一架 现在还发现了死者的账户半年前有过一次五千块的汇款 儿子的争吵和汇款包括死者的死亡时间都差不多 现在死者的儿子使然就成了第一怀疑对象了 两人说干就干 立马就动身去了移动公司 吴斌和路西在从移动公司回警局的路上 调查显示 使然的手机号码和银行卡的号码都是一致的 而且这个号码两个月前还在使用 只有最近才打不通 他们拿着从移动公司拿出来的通话记录 准备一个一个调查起来 势必要抓住凶手 两人又去了使然的工地寻找使然 但是据包工头所说使然已经离职 是因为前段时间跟别的工人打架 赔了人家五千块钱还被开除了 两人立刻联想到死者是半年前给使然汇的五千块 跟工友的对话中了解使然的脾气一场火爆 下手还特别黑 听说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打过 听说呀 他连他爸都打过 这立即引起了路西的注意 两人离开之后立即就直奔网吧登上了魔兽世界的账号 两人在魔兽宫廷喊话使然但是没有得到回应 旁边上网的人一阵羡慕 终于使然回应了起来 两人立即进行了一场单挑 故意认输然后约了使然当面交易 随后两人就在网吧门口守株待兔 等到使然出现之后立即就把使然给烤上了 带回了警局之后立即审问 随后又聊起了两人的父子关系 随后吴斌拿出了死者死后的退休工资 一直是使然在领取 随后使然终于说出了真话 使然说自己前几个月去找父亲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他没有选择报警而是选择了将父亲的尸体掩盖起来 并且一直冒领父亲的退休金 案情已经真相大白了 就是死者在家中老死 儿子发现后却没有给他主办丧礼 没有主办丧礼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没钱买目的 妞妞正在课间玩耍的时候 听到上课铃就立马蹲了下来 老师立即跑了过来拉着妞妞就去了医务室 妞妞可不是不爱学习的小孩 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宋建明和宁萌分手了之后 妞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宁萌了 所以他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来让老师给宁萌打电话过来 这边的宁萌正在处理公务 而宁萌接到电话之后就立马赶到了妞妞的学校 老师如何看不出来妞妞的小心思 等到快要离开的时候就拉着宁萌说了妞妞的想法 妞妞见到宁萌也是非常的高兴 妞妞开心的在宁萌怀里撒着娇 妞妞说自己知道了爸爸和宁萌已经分手了 妞妞在帮宋建明向宁萌求情 还没等宁萌回答 宋建明已经从警局赶到了学校 宁萌和宋建明两人双目对视 都看到了对方眼神中的客气 宁萌就要离开这时候妞妞突然拉住了宁萌 她早已经把宁萌当做了另一个妈妈 她已经失去过一次妈妈 她不想再次失去妈妈 宋建明自责地抱着妞妞 就这样一直坐到了放学 到了晚上 王克明约了宁萌还有他的财务总监一起在饭店吃饭 两个女人一见面就剑拔弩张 就是话里话外的一阵嘲讽 等到饭局结束 王克明想打电话给司机让司机把宁萌送到医院 这时总监出来说话 哎 别呀 让小萌住你那儿啊 见到宁萌答应了下来 这可把王克明给高兴坏了 等到了王克明家里 宁萌对王克明说 你别演了行吗 王克明还在狡辩 宁萌却直接拿出来了证据 无话可说的王克明只能道歉 宁萌借此机会就想离开王克明 但是却给王克明来了一波深情告白 等到第二天 宋建明终于了解了一切 宁萌主动要求去王克明那里坐卧底 真破大案 在此之前宁萌谁都没有说过 连宋建明都觉得他是真心想跟自己分手的 舅舅的中风也是王克明给气的了 还好舅舅非常聪明 及时地将自己和王克明的对话录了音 保姆也是在这时回来听到了对话 刚好舅舅发病了之后 宋建明前来探望 就被保姆误以为是宋建明和舅舅在书房商讨 平常不可遗失的宋建明 现在为了不让宁萌落入危险 在这边低声下气的求正伟 没想到正伟还是技高一筹 给宋建明直接对的没有话讲 随后正伟就下了最后通牒 宋建明无奈地走了 这边的宁萌正在跟王克明在吃饭 宁萌为了卧底任务 也只能每天面对王克明的这些情话 也只能笑一笑 王克明在一旁旁敲测机要宁萌 先签订那份开发山的合同 宁萌直接就把这份合同给签订了 既然作为卧底任务 就要做出抛砖引玉 这边宁萌的舅舅脱离危险 医院正在做的检查 正在往办公室送报告的护士 在拐角和迎面走来的患者相撞 两人的检查报告在这时间也就拿错了 专家组这边通过鉴定 他们觉得舅舅没有再次醒过来的可能性了 不得不说这专家也是真的专家 七八个人围着看看不出来报告拿错了 专家组走后 王克明和经理不禁喜悦起来 这边王克明兴致冲冲地在舅舅这边 开始宣告自己的胜利成果了已经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这时候的舅舅已经醒了 等离开病房 王克明立刻就找到了宁萌 让宁萌签订开采金属矿的合同 宁萌肯定是不想签的 这样的话就一切都晚了 宁萌只好推托 这时王克明又拿出了免检证明的合同 宁萌知道自己一个都不签的话 就会让王克明心生怀疑 所以宁萌签下了免检证的合同 等宁萌回到家之后 他知道王克明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给宋建明打去电话 但是电话那头却没有人接听 等宋建明忙完回来 看见宁萌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 他顿时感觉到不妙 开车往宁萌那里驶去 宁萌回到家之后 警察的直觉让他感觉身边有人在监视自己 他慢慢走到窗户那边 果然看到一个男人正在鬼鬼祟祟的看着这间屋子 宁萌立即给物业打去了电话 物业把男人赶走之后 门突然被敲响 宁萌小心翼翼的去打开门 可没想到 站在门外的竟然是宋建明 注意看 这个猥琐男竟然想要趁小萝莉睡着的时候亲吻小萝莉 好在关键时刻王克明来了电话 宁萌这才逃过一劫 王克明走后 宁萌慢慢的睁开眼睛 原来他刚刚只是在装睡 宁萌起来确定王克明已经走远之后 就在屋里面寻找证据 功夫不负有心愿 宁萌终于在床头柜里发现了一台笔记笔电脑 打开电脑一看 里面全是王克明的证据 宁萌赶紧拿出了手机 把整个电脑的数据都传输到了自己的手机上面 随后宁萌听到了声响 把手机电脑全部放了回去 盖上被子就又装睡了起来 可是还是被王克明发现了端倪 王克明看见床头柜在开着 拿手在上面一摸 电脑竟然是热的 这让王克明对宁萌产生了怀疑 宁萌把内存卡给拔了出来 准备交给警方 但是自从王克明对他产生怀疑之后 宁萌就每天都被王克明派人监视 这种情况下 宁萌很难把内存卡给传递出去 好在宁萌之前拜托卢卡斯给他买了船模 他让王克明陪他一块去拿船模 王克明答应了 等到了之后 宁萌想和卢卡斯单独一起 但是王克明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 顺步不离宁萌 随后宁萌借口去上厕所 取下洗手间啊 哎 那个什么 那包跟手机我帮你拿着 王克明提出帮他拿着手机荷包 宁萌为了不让王克明怀疑自己 于是就答应了 等他上完厕所出来 船模也拿了过来 王克明显然不想在这过多停留 于是是拉着宁萌要走 等走的时候 宁萌冷不丁对卢卡斯说 许有件的纸用完了 走了 宁萌走后 卢卡斯越想越萌 明明是早上刚换的纸 怎么就没有了 于是卢卡斯去了厕所 果然在卫生纸下面发现了 宁萌藏在那里的内存卡 回到病房的宁萌还在想着 卢卡斯会不会明白自己的暗示 于是想出去提醒一下卢卡斯 可是还没出门就有保镖围了上来 保镖自称是王克明安排的司机 宁萌想去哪里的话就可以送他过去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低端的监视手段 于是宁萌也没有办法出门只好回来了 之后两人约定了去国外拍婚纱张 但是狡猾的王克明 故意把12号出发改为了13号 警方那边现在还以为王克明 是准备12号出发 注意看小萝莉的卧底身份最终还是暴露 自从多疑的王克明怀疑起来宁萌之后 就把去国外的日程推迟了一天 这边的警方还在等待着12号那天的到来 宁萌被王克明全面管控 还每名齐约保护宁萌 宁萌刚刚走出门口 就看到门前站着一个保镖在巡逻 宁萌让保镖让开 可是保镖却说王总交代不让宁萌离开 让宁萌在家里等自己 宁萌态度坚决地要出去 可是保镖执意等王克明回来 宁萌无奈只好又进屋去了 到屋的宁萌想着从窗户出去 可是谨慎的王克明发现了这一点 早已经把窗户全部封死 宁萌还在想着如何把消息给传递出去 王克明这时候回来了 王克明刚坐在这里 宁萌就询问为什么不让自己出去 是不是软禁自己 王克明一听这话 矢口否认 还给宁萌买了一个新手机 随后王克明提出宁萌想去哪里 自己跟他一起去 宁萌想来想去只能去救救哪里 王克明现在还以为舅舅不会醒过来了 于是欣然答应了 两人一起出了门 宁萌在一旁跟舅舅说着话 王克明却在时不时看着手表 宁萌向舅舅说了 自己跟王克明的行程推迟了一天 现在的宁萌也只能寄希望于舅舅了 随后俩人离去 宋建明这边正在商讨确切地抓捕细节 宋建明非常了解王克明的为人 想着这是一个烟雾坛 两人正拿不准主意的时候 宋建明的手机突然间响了起来 接过电话 竟然是宁萌的舅舅打来的电话 宋建明立刻就赶了过去 宋建明先是去找了医生告纸器配合警方工作 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 医生表示自己会守口如瓶之后 宋建明便去了病房找到了舅舅 宋建明在里面了解到了一切 原来那矿场里面有丰富的单禁矿 是金属因的原材料 比黄金的价格还高 王克明名下的所有矿场已经开采完毕 所以就把目标放在了舅舅的矿场上面 王克明为了得到这座山 陷害舅舅把舅舅的免减证给吊销了之后 资金出现了断流 王克明就趁机渗透了舅舅的公司 稀释了舅舅的公司股份 随后舅舅告诉了宋建明王克明的计划 宋建明得知了王克明的计划之后便离去了 13号转眼就到了 这天宁萌在和王克明前往机场的路上 宁萌知道自己不必再隐藏了 必须主动和外界联系告知自己现在的位置 这样的话就可以立即抓捕王克明 由于自己的手机被王克明给收走了 于是他就借用了王克明的手机 宁萌打着电话 眼神还时不时地偷瞄王克明 终于宁萌下定了决心 突然抱起 勒住了司机的脖子 车辆在路上摇摇晃晃 这天宋建明正在路上走着 身后一个拿着刀子的身影缓缓逼近 前方一个同伙在吸引着宋建明的注意力 后面的人直接从背后把刀子捅了进去 宋建明反应很快斜了一下身子 匕首就从宋建明的身边擦了过去 随后吴斌赶来 宋建明两人制止了行凶的两人 原来宋建明早就料到王克明会对自己下手 便叫来了吴斌来保护自己 随后把两名凶手给带到警察局审问 这边的犯人守口如瓶一句话都不说 可是他面对的是警察 面对这种情况 警察有一百种方法让他开口 只见路西走了进来 两人简单演了一出戏 犯人就全部都招了 这边宋建明正在办公室 看着宁萌送来的内存卡内容 宋建明看着眼前的数据 他不敢相信昔日的好友 竟然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随后宋建明给政委打去了电话 政委下了指示 收网开始 宋建明回想王克明电话的反常 就赶紧开车赶去了宁萌家里 询问了保姆宁萌不在家之后 便知道了宁萌出了事情 立马安排人手去支援宁萌 宋建明在警局开了大会 交代了事情任务之后 便出发了 一队人马先是去了王克明的公司 查封了公司 随后又一队人马去了码头 截获即将运出的货车 王克明这边还在给宁萌喂饭 宁萌视死不从 王克明没有办法 旁边的工人正在装货 还有两个小时 王克明就带着宁萌去往欧洲 此生不再回国 王克明以为胜券在握 于是又摆出了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王克明听到这里 就装作非常痛心地告诉宁萌 昨天晚上宋建明已经出车祸遇害了 宁萌听后情绪激动 旁边的小弟上来说到船已经到了码头 王克明说着再给宁萌扎一针随后就走 这个时候 宋建明闪亮登场 在一旁的王克明不敢相信眼前站着的人是宋建明 宁萌看到宋建明之后 眼里又重燃起了希望 几个小弟就要上前 被宋建明打倒在地 旁边的武警部队正在现场布控 正在宋建明想要去解救宁萌的时候 王克明掏出了一把手枪指向了宋建明 宋建明丝毫不畏惧危险 一步步向前 注意看 两个男人之间的终极对决 王克明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苦楚之后 就让宋建明装了一波 可是接下来王克明的话却让人背后发凉 宋建明丝毫不畏惧 让王克明开枪 旁边的柠檬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王克明没有开枪 而是想给宋建明灌满水泥扔到海里 王克明一个眼神 旁边的小弟立即就围了上来 宋建明说 你真的以为我是一个人最战斗 话音刚落一旁的武警部队立马就围了上来 王克明知道自己是跑不了了 就想着和宋建明同归于尽 看着眼前昔日的好友 柠檬在一旁也松了一口气 宋建明亲手给好友戴上了手铐 还脱下了自己的衣服给好友盖上 给好友一个最后的体面 随后宋建明就去给柠檬松绑 和宋建明想象的不同 柠檬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这么晚才来找死啊 宋建明刚想解释一下 柠檬就抱住了他 两人相拥而泣 等到事情结束之后 宋建明和宋建明一起去拜访了舅舅 舅舅也是非常的高兴 王克明这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争取一个宽大处理 等到第二天 宾队过来给宋建明说 舒曼已经在中尼边境被抓住了 宋建明说他进入西藏 想着从尼泊尔作为一个跳板逃入美国 这样的计划确实挺好 可惜他面对的是边防武警 宾队自告奋勇去押送舒曼给押送回来 在路上 舒曼一直在提出无理要求 等到快要进入市区的时候 在一个拐弯的路上 突然一辆货车就开了过来 两车相撞 丁队因为伤势过重被送进了医院急救 索性没有生命大碍 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 一场婚礼就盛大举行了 妞妞在婚礼上和其他小朋友开心游玩 在婚礼上 宁蒙手捧鲜花 宋建明两人双目相对 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宋建明为宁蒙戴上了戒指 台下的亲朋好友一起上台 全剧终